歡迎回到第26集的《紫耀有電影》第二節 今集我們講的電影都是一部日本片 就是《淺田家》 但是亦都想講關於這個導演的前兩部作品 這個導演叫做《中野良泰》 他之前有兩部電影其實都頗值得一看 就是2016年的《幸福草堂》 以及2019年的《漫長的告別》 我們上一節約了講了《幸福草堂》是一部什麼電影 到2019年的《漫長的告別》 這個電影是由倉井優、竹內傑子 以及一個很老牌的演員山奇魯主演 這部電影是一個很有名的《中道經志》小說 所謂《漫長的告別》 其實就是指這個山奇魯飾演這個角色 他是一個漢語專家 也做過中學校長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他已經七十幾歲了 其實已經開始患了這個 我們俗稱叫做老人痴癌症 又或者是Helzheimer's disease 又或者是認知障礙症 其實這個症癌症的病症 以及它可以延長到很長的時間 即是那個老人家 他開始出現 認知上高有很多問題 包括不記得很多日子 不記得很多人的樣子 又搞亂了很多時空 然後慢慢失去了照顧自己的能力 這一段時間可以是現場到好幾年 甚至長達十年 在這個電影裡面 其實應該是差不多七八年 所謂漫長的告別的意思 就是當他們知道這個老人家 患了一個這樣的病症之後 就一直去到他死亡為止 這個家裡本身 其實都是一個相當中產的家庭 他就有兩個女兒 分別是竹內傑子的大家姐 和這個倉井優的二妹 原著我看了一些資料 已經是三姊妹 不過這個電影就收窄了一個蝙蝠 分別的地方就是大家姐 在電影裡面開始之前 已經是嫁了過去美國 老公應該是研究海洋生物的 但是嫁了很多年 因為兒子在青春期 都應該是十二三歲 但是很奇怪 中內傑子一直都不太懂得說英文 掌握得很差 而二妹一直留在日本 創井優勝賢 一直都是單身的 中間有過一兩段的愛情 但是都失敗了 其實父親是希望他有少許繼承自己的副業 但是女兒就很喜歡煮食 很希望經常擁有自己的餐館 又或者是他很喜歡煮食給人吃 即經常做一些新的菜式 變成在家裡眼中 就有少許不是很生性 不是很定性 加上感情又一直沒有著落 要不就在餐館裡面打工 在超級市場裡面打工 後來就自己開了自己的快餐車 即是一個大Van 然後就擺街檔去賣食物 其實戲劇沒有什麼很強烈的劇情 尤其是他是兩年兩年兩年這樣說的 即是一開始就說 即是母親就叫他們回來 就叫在美國的朱奈傑子回來 就想說 即是說老爸好像有點問題 病比較嚴重 就想可能要分錢 於是乎朱奈傑子 他老公其實不是很喜歡回去 兒子正在青春期 正在追著那個鬼妹 又不是很想回來 結果都回去了日本 回去了又沒有什麼大問題 每次都是每兩年兩年回去 到最後連媽媽都有問題 就出現有一隻眼睛的視覺膜 就開始甩脫 甚至媽媽都想放棄她的意志 因為她始終關心她的老公 所以一直照顧她的老公 到最後就由倉井優 是取消了這個照顧的工作 中間又說到少少倉井優 就認識一個中學同學 她已經結婚了 有個女兒 但是失婚的 後來那個男孩子的媽媽就開了一間餐館 很想她跟她的兒子結婚 然後就給倉井優 對倉井優來說是一個很吸引的 但後來倉井優又因為 因為在一次的機會裡面 她目睹了這個男孩子和前妻和女兒 在公園玩得很開心 她又覺得自己不應該再介入這個關係 雖然那個男孩子已經離婚 又打退堂鼓 最後就是兩姐妹看著爸爸離婚 然後那個孫 即竹內傑子的兒子 最後她都沒有回到日本 因為都開始有自己的生活 亦都跟竹內傑子 好像因為那個generation gap 就越來越大 又有少許反叛 但是有一場戲挺有趣的 就是竹內傑子在iPad那裡 就跟爸爸通視像 睡著了 兒子回來就見到阿爺 然後就在視像裡面 生其老好像迷迷懵懵 好像不認得人 和沒有表情 孫子都大了 其實孫子很喜歡過阿爺 就在螢幕那裡和阿爺揮手 誰知道生其老好像認得他 我又和他揮手 到那尾他就揭露 原來這個阿爺對這個孫子的影響都幾大 他其實一直記住他的 甚至是很崇拜他 因為他是一個漢字的專家 就拉尾甚至叫他做一個 Kanji Master 整個戲相比起幸福祥堂和淺田家 戲劇性都是弱的 甚至是有些比較散的 中間都是說一些記憶 說一些 父親認得與否認得之間 然後婦女的感情好像又由衝突 又變成一個和解 然後足內傑子的夫妻之間的感情 有一點起伏 又從一個誤解 一個隔膜 又到拉尾去到一個和解 三個戲來講 漫長的告別 我覺得是相對上 不算最理想 雖然他本身不是壞的作品 但是有一個好處 就是看到中野亮泰 他是一個很尷尬的導演 出發點動機都相當良好 他的技法都相當平穩 是從來不走向任何的埋龍 但是漫長的告別有一個問題 就可能因為他是很所謂的片段化 就是episodic 都是一個小事件 一個小事件 一個小事件 每一個小事件都有些感想 他變成在一個小事件之中 就經常用一個那個城市 又或者是那個location的一些空頸 是來作為過場 這個手法就 是貫穿了整套戲 你都可以說是一個統一的手法 但是當這個手法 變成那個重複性是這麼強的話 我沒有認真數過 但我相信起碼 起碼這個 一前一後的空頸 都起碼成十幾個 沒有十二三個 沒有十四五個都有十二三個 變成看起來 你會覺得很重複 還有有少少是類似電視劇 因為電視劇其實是很喜歡用過場的手法 雖然當然他的取景 他的角度 其實是比電視劇優勝的 但始終都是一個比較弱的一個結構 即是一個視像結構的手法 當然在演出方面 也不是有很大 可以挑剔的地方 因為每個人都是很專業 還有很優秀的演員 但是 雖然人物不是那麼多 但因為每個人都要寫這個 寫那個 他又中間沒有說 很強的變化 所以整個戲 真的看起來 就是有少少 很散漫 這個是漫長的告別 即是問題的結晶 好了 去到淺田家 其實淺田家 我在我自己的Facebook專頁裡 都寫過一段文字 所以我的觀點 我在第二次看完之後 我的觀點都沒有特別大的改變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 當然我看淺田家的時候 其實我對幸福祖堂也好 或者漫長的告別也好 那個印象都完全沒有 所以我看淺田家的時候 其實特別是上半段 其實和現在回看漫長的告別 是很接近的 就是說那個戲為什麼 為什麼要散漫漫漫漫漫漫漫的 因為他戲的上半段 就是講義工和也 飾演這個主人工 就叫做淺田靜治 是講他由十歲開始 一直到三十歲 即成長的經歷 他也是在中間跳下跳下跳下 變成從他小孩到青少年 到大學前後的半逆期 大學後出來找工作做 很沮喪很失落很失敗的那一段時間 到最後終於獲得一個很重要的日本攝影獎 所謂真是成功 這一段期間都是很多短場 很多看起來好像很無關重要 甚至捉不到一個重點的結構 所以坦白說看的時候特別是上半部分 都有少少是捉不到他的重點 還有覺得這樣下去到何時才正式可以有一條主線發展呢 但是淺田家的優點就是 其實這個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散羞羞的結構 然後看到尾你就會覺得原來是一個刻意的一個這樣的結構 而且這個刻意的結構當你看到尾再reflect回去的時候 你就明白他為何會用前面一個這麼散羞羞的結構 而且整個人物就立即變得很立體 甚至電影想要講主題的重要性 即是significance也突然之間清晰很多 甚至電影一直慢慢沿著這個結構 由於發展到由散羞羞羞羞羞羞羞甚至由瀝羞羞羞會出現 然後慢慢去延伸成為一個很大的看法 這個方向就很有趣 完全改善了漫長的告別 由頭到尾都是比較散漫的 也沒辦法真正的凝聚了一個很強的劇力的弱點 其實有點像幸福草堂 最主要是幸福草堂也說過 到中間突然間變成一個路電影 這件事是完全估計不到的 其實路電影的意思是把位置 視野和角度突然間開闊 但是開闊了中間 因為情節的鋪排 始終他都集中在 龔宅李慧和他的女兒之間 雖然視野上高 的確突然有一種很豁達 很開放的感覺 但內容上高其實是無法配合的 相反淺填加就可以配合 但怎樣配合呢 以及為何淺填政治這個人物 又會被無論是山崎路 或是龔宅李慧 都要具體都要立體 我們要等下一集才可以詳細再討論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慧